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又來到我們《芒向編輯部》的YouTube頻道頻道 首先這裡有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大碼傻馬來根 大家好 以及我家先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 除了來到大台《芒向編輯部》 還可以到二台正向部和三台沙冷器那裏 點讚、分享和訂閱 將一個齊抗疫、拼經濟、反攬炒的訊息傳揚出去 好了,今節我們就說一下 其實到今時今日為止 美國的拜登政府和一些媒體和其他西方國家的政客 依然是炒作一個叫做《武漢室洩漏論》 當然他們就說 新冠是武漢實驗室出來的 其實他們這些科學家當然很多都是說 不要亂說 相信科學吧 這些陰謀論是不行的 一些科學家 家產之前也說過一些 好像福奇這些科學家 受到強烈的政治打壓 還有一些科學家只是僅僅支持 新冠是在自然界 起源的 但是也被人抹黑 或者反對 毫無根據的 猜測的 這些言論的科學家 也是很嚴重的 他們有些被政府查 有些說不發工資 有些 被迫退出一些研究項目 有些 還受到死亡恐嚇 有些 不斷被人起底 即是家人 亦受到一些 網絡的 攻擊 沒有辦法正常工作 其實 這些 看上去是 挺恐怖的 有些獵巫的成份 還有你發現 早前一些 世衛的 叫做去過武漢的科學家 如果 大聲說反對實驗室 洩漏論的人士 都過得不是那麼好 當然我們經常說的福奇先生 他經常都是被人攻擊的 在疫情之初的時候 大家記得嗎 福奇一直都說 新冠人造 於武漢實驗室 以及在 實驗室洩漏出來的 等等的論調 他 都說 微乎其微 他曾經 接受過 國家地理雜誌講 通過觀察篇幅中 病毒的進化過程 和病毒現在的狀況 幾乎可以肯定地說 新冠並非起源於 人造 或者 蓄意的操縱 關於 這個 新冠 逐步進化的一切證據 都是強而有力地表明了 新冠其實 是自然進化 然後才越界到了人類 但是在2021年美國 有一場 新冠索源工作 這個調查 現在還在搞 一些之前 宣稱要尊重 科學的 美國左派政客 其實也是開始 頻頻地說 武漢實驗室 有機會是 不是有機會 他們說到實雅實次 是洩漏新冠的地方 這些陰謀論 其實也令福奇 很嚴重的 因為之前福奇說 沒有可能 是嗎 對 老實說 在這些人攻擊之下 福奇 我們也說過 開始有些動搖擺不定 也很嚴重 一個 這樣的學者 是嗎 後來 真的沒有辦法 另外今年6月份 一些美國 參議員 大家經常聽到的 科頓 家燦都說過很多次 這個人 還說是想選總統的 科頓 沒有記錯的話 是想的 還有一個人 Marco Rubio 努比奧 這個大家聽 經常聽到他的名字 因為他是力撐香港的那幫 黑暴友的嘛 他是比Tag Cruz好一點的 我不是說他做得好 適合適合適合 而是他是比Tag Cruz好一點 是因為他不會給 他之前是不會 撐完黃友 等你那幫黃友來到那時候 反他 反他台 他那麼沒有義氣 Tag Cruz阻礙了那幫黃友 進去申請難民的路 其實6月份的時候 科頓 和 努比奧 就呼籲 炒了福奇 就說他已經完全 失去了美國人 的信任 而且 Marco Rubio 努比奧 他還毫不掩飾地說 那些 不支持武漢實驗室洩漏論的人 都應該走 之前《家產節目》也說過 他們共和黨 一定要夾著他們 上戰車 一定要支持 武漢實驗室洩漏論 其實 16個月以來 福奇也是 做自己的事 不過 努比奧 說 10個月以來 我們一直看到福奇 在隱藏信息 駁回了 武漢實驗室洩漏論 本來 這個洩漏論 很合理地解釋 可惜福奇就向全國會說謊 努比奧 還說 他應該 是一個 以事實為基礎的公共衛生官員 而不是 扭曲事實 符合他人 判斷的專家 為什麼可以這樣說話 好像他全部倒過來說就對 如果說回他前老闆特朗普 應該這樣說 應該這樣說 特朗普應該是一個 以事實為基礎的 美國總統 而不是 一個 歪曲事實 而符合他人判斷的政策 這樣對一點 或者套在努比奧身上 這句話 這些政策 只是需要炒作 老實說 真的太恐怖了 在眾議院 共和黨的議員 格林 聯合更加多人 發起 提案 要將福奇的公知 江偉寧 即是不幫他出糧 頂他 而且 很搞笑 說叫福奇為新冠負責 為什麼不叫你 前老闆特朗普負責 是 是 誰叫人把 消毒水 當是 靈丹妙約 神經的 格林 等等的 十幾位 眾議員 說福奇 他更誇張 他說福奇有資助武漢實驗室 無證無懼 不要亂說 你 說得那麼誇 有沒有人相信 他說福奇也有份 幫助武漢實驗室 製造新冠出來 讓大家都那麼嚴重 我當然這樣說 很嚴重的指控 這個 是啊 是啊 所以其實 令我想到台灣 沒錯 其實呢 另外 我就想 福奇在這麼大的政治壓力之下 五月份突然改口 說自己不確定 新冠是否來源於大自然 他說很多人都覺得 新冠是自然產生的 但是現在沒有數據 完全 完全推斷這個答案是正確的 我們應該繼續 對這個起源 進行調查 這樣說 不過6月21日的時候 他 亦都在紐約時報發文 應該在節目那裏 不是發文 我記得是一個節目 他就說不認為 新冠可能從中國武漢實驗室 洩漏 其實他也是 有政治壓力之下 有時候都挺慘的 我覺得 那另外呢 雖然福奇 改口 但是 他亦都沒有辦法躲過攻擊 美聯社就說 保守派的媒體 當然是指媒讀的媒體 就說福奇是個騙子 不過他們說雖然沒有證據證明他 有不當行為 嘩 雖然 雖然沒有證據 但是共和黨 人士就要求他辭職的 政府性越來越高 其實是為了報阿琛一戰之仇 沒錯 因為阿琛手底那些人 高高都說 跟他作對 他經常叫人禁止 是得罪了很多人 是 那另外呢 另外一位 今年一月曾經去過中國的 世衛新冠索源研究 聯合專家 美國科學家 叫彼得 達澤克 其實我們都說過他 其實 達澤克先生 去年6月曾經在英國的惠報撰文 呼籲不應該對新冠源頭 採取陰謀論的態度 今年2月的時候 他 在紐約時報等等的 美國媒體聲稱中國 各方面的某些行為 嚴重阻礙了 世衛在武漢索源 研究進程 但是 紐約時報這樣寫 達澤克 之後就在自己推特到迫謠 這些不是我在 世衛 任務當中的 經驗來的 作為 動物和環境工作組的負責人 我感到中國同事 是坦誠和值得信任的 我們得到了重要的新數據 亦都了解更多關於 新冠傳播圖的訊息 但是 達澤克 這位先生尊重科學 亦都很誠懇 不過 他 亦都是 有些遭遇不太好 好像 2012月的時候 達澤克先生就給英國的 權威醫學 期刊 柳葉布 柳葉布 就列為特別工作組的主席 但是6月的時候 有一條新聞 帶到人家 有 小小 小小 覺得 發生什麼事 因為 柳葉布6月的時候 在他的 官網上就說 之前 曾經去過武漢的 達澤克先生 是我們長期合作夥伴 但是 他們原話是用回避 越回避 你記住 因為英文原版 他就說回避 回避 現在 新冠 病毒委員會 關於 病毒起源的調查工作 他要回避一下 這樣說 就是 柳葉刀這份工作他就沒有了 做特別工作小組的主席就沒有了 其實呢 擺明什麼事 我又不敢這樣說 但是 其他人都 沒事 他叫你回避 會不會是覺得 你參加過 武漢 這個 索源工作 而且 他之前亦都跟武漢實驗室有 一些合作的 大家判斷一下 另外 現在看到美國真是高度政治化 很嚴重 很嚴重 就好像 本來加州一名 專家學者 就叫 安德森 其實今年一月的時候 就曾經發過一封郵件 給福奇的就說他 覺得 新冠是人造的 但是 經過仔細研究之下 安德森就改變了 想法 他在三月份的時候發表一篇文章 就這樣寫的就說通過對比以致 冠狀病毒的基因 序列的數據 可以確定 新冠其實起源 完全是自然過程 不過 他就糟糕了 哎呀 你夠膽 改變你的觀點 他就遭受到大量的 網絡攻擊 有 真是糟糕 有人把他家人起底 亦有人說 沒有資格做科學家 因為說謊 聽到我都心寒 所以當時 這陣子汪文斌先生的發言 關於新冠起源 他也有發言 他就說新冠 索源問題是一個嚴肅的科學問題 應該交由科研人員進行 調查研究 合作探索 他就說近期美國為自身利益 不單 不單只是 政治 迫害科學家 威脅研究人員 另外 亦有更多的陰謀論 有些人 動機不順 用心不良 這樣也是 另外我們之前也介紹過 一個科學家 來自澳洲 色尼大學的傳染病與生物安全研究所的教授 愛德華 霍爾姆斯 其實在色尼大學的官方網站上 一個 色尼大學官方的研究網站上 沒有證據表明新冠起源於武漢實驗室 他強調 野生動物中冠狀病毒的 豐富性和多養性和 進化過程都表明 新冠 應該是自然起源 需要更多的自然界中的動物樣本 才可以 追尋到真正確切的來源 其實之前 SBS 我覺得是一個 蠻不喜歡中國的 澳洲的 廣播公司 他 引述了這位 霍爾姆斯先生的 一篇文 那篇文是霍爾姆斯先生 駁斥了 抹黑 武漢實驗室的 一些不實支持 而且 他就說這些 實驗室洩漏論 完全是站不住腳 他說了這句話其實也挺嚴重的 因為 之後 就是收到 死亡恐嚇 有人寄了一粒蓮子給他 即是蓮子巾的蓮子 真過分 真是過分 所以 現在 這個 霍爾姆斯 因為 正常人 都是很害怕這些 誰知道你隨時 所以澳洲對於 的管理 算是挺 嚴格的 但是 始終 一個讀書仔 是吧 是 蓮子 大佬 是呀 是呀 所以蓮子 你想想普普通通 的叫做 我做科學而已 現在 你這樣 真是 搞到我 可能命都沒有 是吧 所以他現在 已經要接受心理治療 沒有辦法進行正常的 研究工作 另外 一位 澳大利亞的 叫做 病毒學家 也有相似的 他也是叫做 安德森 這位是一位女士 他 也說 自己曾經 他真的在 武漢實驗室工作過 他也說 基本上 這些所謂 人造和實驗室 實驗論 是假的 應該是站不住腳的 不過 他 就被一些陰謀論家 說 你才是假 不斷地起他底 網絡攻擊他 所以他現在只可以報警 就是糟糕了 唉 我只看到 做科學的人 其實是很卑微的 他只是想做好自己的事情 現在這些科學家的遭遇 令到我覺得很心寒 真的很心寒 不是說事 是吧 還有希望 拜登這麼正義 出手幫忙 行不行 拜登 不過這些科學家都是 跟拜登 越搞越大鑊 跟拜登 最同 其實是他先搞大鑊 我覺得拜登 這傢伙 唉 我最多以為他會公正 不過老實說 如果以他政治理來說 怎麼可能會很公正 是吧 他越墊子會越大鑊 老實說 是 是 之前民主黨還說要相信科學 以前特朗普攻擊福奇的時候 誰知道現在 雖然現在多數都是 共和黨人攻擊他 但是 你現在 你現在叫做掌權 幫手擋一擋 好不好 說句老實話 是吧 所以都希望這班 曾經 撐過 武漢 應該說曾經反對武漢實驗室 洩漏論的科學家 希望你們還好 看到都很心酸 好了今次節目時間來到這裏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